女人对你没兴趣的四个信号 别再傻傻付出了 对于那些对你不感兴趣的女人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 她接受你的好 并不代表她接受你的心 男人别再傻傻付出了 一 几乎不主动联系你 除非有求你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基本不主动联系你 你找她聊天 她也是嗯 二 好的敷衍你 只有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会想起你 然而她每次都说要答谢你 却一次又一次地放你鸽子 二 你的感受她毫不在意 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送她礼物 她要么转手送人 要么直接丢掉 在其他人面前也完全不给你面子 甚至拿你的付出开玩笑 你对她的好 她都觉得理所应当 出门花钱也都是你在买单 她完全不考虑你的经济实力 也不考虑你的感受 三 总说她很忙 女人说自己很忙 其实就是不想和你联系 因为大多数女人 都不会主动提出分手 所以她会想方设法地冷落你 让你实相地退出 总之那些连回个短信 打个电话 周末出来吃个饭 都没有时间的女人 你就放弃吧 她的用意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四 嫌弃挑剔 对你没兴趣的女人 你在她眼中 简直一无是处 哪怕你不小心碰到了她 她都会嫌弃地躲开你 此外她会各种挑剔你 给你设置各式各样的框架 身高 学历 家庭 穿着 性格 这些都会成为她嫌弃和拒绝你的理由 说白了那些在你面前 罗列各种高要求的女人 都不够爱你或对你不感兴趣 因为当女人遇到真心喜欢的人时 哪怕对方一米六 她都爱不释手 这些手法 她都会发现 我这些手法 不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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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娘你能帮到